請你跟我這樣過 請你跟我這樣過 好家在好智慧 神奇剩餘料理 搖身一變功夫菜 餐廳大菜來 香煎鱸魚 佐洋蔥蛋 來 灑在魚上 來 我們一半等一起來 我們放一半就好 要佐洋蔥喔 完全看不出來這個魚 師傅無蠢的 你知道嗎 只是一面有沒有 因為我跟你說 我老公不吃隔天的魚 可是我這樣子做他就會 他不知道 餐餐生菜難處理 丟掉又嫌太浪費 巧思改造超美味 精采內容 千萬別錯過 今天我們邀請到的 現場來到的都是達人 你說到料理 盛菜達人還是 盛菜達人 盛菜達人就不用請我們來了 也是盛菜 是盛利的盛 盛利的盛 很好 盛利的盛 對… 好 當然我想每一家 一定都有一些盛菜盛飯 大家頭痛得不得了 但今天叫藉由各位的手法 我們把它變成美味的料理 創意的料理 創意的料理 但首先剩最多的應該就是他 真的 每餐都剩飯 每餐都是 因為很難抓 有時候大家吃的量不一定 那怎麼辦 如果剩的白飯你們怎麼處理 當然其實一方面 也有可能隔天繼續吃 但是 因為我就會 我還滿喜歡弄一些小朋友的東西 所以我就有把它變成 但是除了可以做炒飯或做粥之外 我還會做成點心 點心 對 剩飯 白飯 白飯 它非常適合拿來做米布丁 因為想說米布丁 這布丁 聽起來好好吃喔 我知道 你們一定覺得 不可思議 因為我覺得飯是鹹的東西 但是米布丁它做起來是甜的 而且它非常健康 其實它做起來滿漂亮的 這個是米布丁 它就是用米下去做的 而且就是白米 它可以完全變成 你這個看起來 這怎麼會是米呢 而且 而且它們口感還不錯 就是其實一方面 假設你今天家裡 剩了一碗白飯好了 然後我們就準備 那個市售的鮮奶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到那個鍋裡 用小火 因為如果煮牛奶 我們可以用小火慢慢熬 把它熬成像粥 有沒有 它的顆粒等於都放大了 對 變胖了 熬粥的時候的過程當中 加一滴滴的小鹽巴 不要太多 真的是一點點 因為它這是對於味道的提升 然後在這個粥塊完成之前 我們就倒入鮮奶油 然後熬完之後 我們就直接用果汁機 把它打成你現在這樣的口感 然後呢 好綿喔 在打的過程當中 可以加入一點點的蜂蜜 我們就讓這個 其實鹽是去帶出這個蜂蜜 讓它的味道口感層次不一樣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打好之後 它就變成像你現在吃的 有一點像米糊的感覺 對 然後裝入你家裡的一些容器 比如說做布丁的容器 或是像我剛剛這樣子的一個杯子 玻璃杯 然後等它放涼送進冰箱 最後要吃的時候 你可以換上各種不同新鮮的水果 它就是水果米糊丁 對 很健康耶 很健康 好好吃喔 有一點點像麻糬耶 有一點點像麻糬的口感 等於是說其實你家的東西 比如說你今天希望它吃起來 你還在更軟Q一點 你可以牛奶多一點 對 所以你可以決定 你要吃起來是比較有口感 Q彈的感覺 還是你希望它是比較 軟軟彈彈的感覺 你就是用你的那個鮮奶量 來決定煮出來的口感 對 那佳柔你的剩飯你怎麼處理 我通常會喜歡來煮粥 我會煮鹹粥 然後我 因為要減肥嘛 晚上我不敢吃太多澱粉 我會加麥片進去 我就是飯大概只加三分之一 然後其他的三分之二我通通都是加麥片 然後中間如果家裡有布拉皮 我冰箱常常會擺布拉皮冰在冷凍庫 加點布拉皮這樣煮成鹹粥 一點鹽 一點胡椒 或者加一點肉末 然後加一點蔬菜 青菜這樣煮 蝦仁再下一點點花枝多一點末 對 對不對 青菜又變成 又變成一鍋多了 對 然後另外呢 早餐可以鍋到晚餐 對 對 然後那鍋粥又可以再吃三餐 對 那一鍋 然後又剩了 對 那怎麼辦 把它打成布丁 對 另外一位我們喜歡做西式料理 然後我平常做燉飯的話 我們燉飯一般是用生米去慢慢弄 對 那有時候冰過的米它硬硬的 其實你就把它直接拿來 你把洋蔥這些切 還有蘑菇切下去 然後加點牛奶慢慢燉 它其實比做燉飯的時間少很多 很多 然後你既然去買那個 現在不是有那種松露醬 滿好的一罐 又不貴 你自己再加點松露醬進去 好香 跟外面的一樣 天啊 你好 太厲害了 阿諾 你把我放在最後 就是稍微就是有一點點 就辣椒了你知道嗎 辣椒了 對 辣椒了 因為你也知道我就是做東西 那希望我們播出順序 把你顛倒到下面 可以放顛倒這樣嗎 因為我覺得我應該放第一個 因為我就是家裡頭 就一個人的話 我會做菜的話 會以方便為主 所以我都一定是弄成炒飯 或者就是說的粥 然後我就會再把剩的菜 剩的肉 全部都再炒進去 或再煮進去 就是讓所有的剩菜 都變成一碗 然後可能就是 吃起來比較方便 厲害 厲害 真的是比較平常一點 對 這可以讓我剪到前面去嗎 但是你不要小看炒飯這些 炒飯其實尋問很大 也很好吃 對 不容易 沒有炒好 其實它還會是硬的 對 所以就會那個口感 也不是太很好 芽芽嗎 像我呢 我每次煮飯的時候 就會多煮個一卷的飯 我會多煮飯 因為我覺得多煮的那個飯 其實很方便 我就把它分成夾煉蛋 一包一包的放在冷藏 冷凍這樣子 然後要的時候就炒個飯很快 但我除了炒飯之外 我還可以做那個玉米濃湯 玉米濃湯 對 打成泥 對 然後加牛奶 或是你要做南瓜 你就加南瓜 然後加牛奶 藉由你的米讓湯濃稠 讓它的那個澱粉 就像如果你有剩馬鈴薯 你也可以做這件事情 對 就是澱粉質高的東西 對 很小過耶 很厲害嗎 然後要不然的話 因為那個米飯會煎 就會有鍋吧 很好吃 我小朋友都很喜歡吃 我就會加一些醬油 然後打個雞蛋 然後煎這樣子 脆脆香香的 就像大阪燒 煎飯 就是有點像米香 米香那樣 米香 對 對 整塊的嘛 對 那雖像老師聽下來 覺得大家的處理方式 有沒有要注意的呢 其實我覺得都很好 那姨柔 她是因為上進的媽媽才會這樣 如果不上進的媽媽 她還是很會學的 是 那姨柔那個米布丁 其實我常常這樣子做 那我教很多學生這樣做 那姨柔 因為我看過她做 她是把它煮完了 再拿去果汁機打 那這個就是要注意 因為姨柔家的果汁機比較好 它是耐高溫的 萬一你家的果汁機 洗一種塑膠 或者是底下那個 是項圈的 所以你就是先打好 再回鍋去煮 也可以 對 那你就可以就是說 你看你要加蜂蜜 要加糖 但是呢 精緻的糖是比較不喜歡 不可以啦 因為小孩子 從那麼小就給她吃 那個精緻的糖 可能脾氣變得很爆炸 所以你如果很聰明 她就用這個 用那個蜂蜜來取代 像那個阿諾那個 就是所有生菜 通通加進去的時候 你第一個要判斷就是 我的米飯是沒問題的 可是我萬一的生菜裡面 有一道草生啊 你 全部加進去 你就變成吃了一個草生的那個 但是這個動作我也常常做 為什麼 因為我常常就是 錄影的時候回去可能4點多 肚子很餓 就家裡有什麼剩的東西 就回鍋去煮 可是每一道你要加進去 以前你要先聞聞看那個味道 是 但是米飯有一點 很重要一點就是像